在紅土裡 吳念廷把瓶子從土裡拉了出來 雷聲趕快叫支援 但吳念廷滿臉問號 手拿寶特瓶看著隊友王伯璇 無奈又傻眼 當時比賽進行到九局上半 台岡雄英二雷手吳念廷 用腳整理場地 但卻意外發現 紅土裡竟然有寶特瓶 傻眼我覺得應該要多維護球場 要保護球員 其實是非常危險 如果球打到垃圾造成亂投 我們有可能會打到臉 在跑臉的時候 也有可能因為踩到垃圾 十三號晚間 高雄澄清湖棒球場 台岡雄英迎戰來訪的樂天桃園隊 吳念廷在二壘壘包旁 幾公尺的距離 發現寶特瓶的畫面 全被球迷記錄下來 破網寫下 既鐵條厚又寶特瓶 能不能讓球員 有安全的場地比賽 有球迷留言 難怪總教練洪一中 說要蓋自己的球場 還有人說我傻眼 這好扯 事實上每場比賽前 場地組都會進行球場維護 但寶特瓶看起來 埋賣了好長一段時間 為何每一次清理球場 都沒有人發現 不是說賽前特別整理啦 普通說我們就 因為球場是自己的 所以一定要自己整理 就會去 去注意啊 軍發局這邊也會針對 我們人員進行相關的 究責懲處 那同時也會依照 契約的規定 針對維護的缺失 來進行扣拔 事實上今年四月時 同樣在陳清湖棒球場內 被發現有鐵條在義賴壘包旁 現在又在球場中發現寶特瓶 高雄陳清湖是屬於職業性的球場 卻一再出這種低級錯誤 出狀況的還是在職業賽事 場地組應該要好好檢討 TVBS新聞愛昭縣徐 一段高雄報導喔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